以我所知 应该不是以我所知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同学们吃烟 他们都不会很富有 有人买百米 通常他们就买一包 然后大家一起睡 现在也是 你们当时退休前的情况也是这样 几个小孩夹钱买一包 有些地方可以买山壮烟一包贵 一包贵买的时候也有这样 现在也有 你们发现了如何引领学生? 通常都会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吃 通常他们都说 为什么小孩吃 除了贪得意过瘾型之外 那时就有朋友给 例如一群床在吹水 会做什么 有一个吃的时候就会 你试不试 或者吃一口试一下 这样就开始吃第一口 很多时候也是的 然后就觉得 他们仿佛觉得这是一个交制的手段 好像猫要一起培训才是做朋友 类似的 喝酒不吃烟 其实刚才我看到有留言说 烟不离酒 其实都多的 特别是在球场榴莲那批 听他们来说是很容易接触到的 但他们接触的途径 通常都是在同学那里得到这些东西的 朋友 看到有朋友吃 有机会是这样挪过来 吃不给面子 那就吃了 有些是真是好奇的想试的 刚才说吃电子烟那里 真的純粹觉得有趣 然后味道吃下去 因为电子烟是生果味的 或者他们最多 我听到就是女生会吃士多啤梨味 是 他们觉得没什么特别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现在你们那时候那个年代 其实吃烟的人都未去到0.8这个数字 现在你会看到原来吸烟的学生的比率 已经是由0.8到1.1 那你觉得这个数字会不会是很突然 也正常的 我觉得突然害怕的 因为以往其实都老实 吃传统烟的时间 但小孩吃都会比较收盲的 嗯 会怕车被我们发现 是 甚至乎我最好笑的一个是 有个小妹小时候 初中给我捉过吃烟 嗯 我们是嫌打的 是 她毕业了 中午毕业之后 隔了两三年 她在一条街上吃烟 是 你远见到我 她立刻扔了一支烟 她毕业了 毕业了 哈哈哈 立刻扔了一支烟 没事 是 接着我忍着走过去笑 说看到了 我说 为什么还不戒 如何健康 嗯 接着她又在那里笑 哎 不行啦 就是 他们觉得有时候吃烟是假麻的 是 接着大家在那里聊天的时候 接着她才会说 哎 我还很害怕 刚才看到你扔了一支烟 哈哈哈 但是现在 那些孩子就没有 就是他们会觉得 他们没有那么 觉得吃烟有问题 嗯 嗯 就是她觉得很平常 特别是电子烟 嗯 嗯 所以我刚才 我说回刚才 就是为什么这么紧张 就是因为越来越越 私人都觉得这个 当她越来越觉得 不当一回事的时候 所以她就多了那个人所 嗯 还有其实 有些人就说 吃电子烟可以帮忙戒烟 是 吃电子烟没有那么大伤害 没错 刚才也说了不是 健康上 你看美国的医疗 大家知道了 嗯 美国的医疗 那个是怎么说的 不用了 香港大学做了一个最新的 2021年出了一个电子烟的研究 嗯 就是说 吃电子烟的小孩 他们患有呼吸道疾病 是比正常情况的机会 多了40% 嗯 46% 对 是啊 哦 所以她说 所以她说 其实传说电子烟没有那么伤害性 健康一些 其实是假的 是的 嗯 嗯 嗯 我发现现在很多不同地方的政府 他们都是禁电子烟 但不会禁传统烟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他们要禁电子烟不禁传统烟 因为传统烟已经是有些 所有背后的利益已经分好颈子 政府要管就容易很多 但如果电子烟那里 因为太多不同的山坡 而那些山坡是out of control 所以政府的玩法 任何地区的政府是这样的 就宁愿打击电子烟 也不打击传统烟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我那次看新闻 你现在说这个情况 其实你看看 电子烟真的太普及了 很夸张 加热烟 加热烟的出现 其实最初都是烟商说 它可以给传统烟健康一些 小烟由70%推出出来 那你会发现 加热烟 他们反而还 我应该怎么说呢 它没有电子烟那么容易进入市场 因为它都像传统烟那样 有烟味 或者吃的时候 做那个处理 但是电子烟 你吃的时候 我刚才说的 都没有烟味 小孩都不觉得是吃烟 更加掉以轻生 所以刚才你说 背后可能那个 牵涉烟箱那里 我都不排除 但我自己看 实在太容易得到 得到的途径实在太容易 比传统烟更加热 你想想电子烟 我又试过 小孩试过 随便在街上 那些格子烟卖了 是 就吃了 嗯 接着拿回偷偷上堂吃 蛤 那么大胆 是啊 同事不知 接着呢 接着呢 因为 同班有些同学 比较正义的 就同班主任说 是 那班主任就来求救 嗯 我们就 有留意 等着随便留意 那班 看看那小孩 接着呢 会发现 很有趣 他经常倒下头又起身 倒下头又起身 嗯 就怀疑他身有 接着就 一小息 就 不让他们小息 进去 就说 现在同学者有违禁品 自己拿出来 自首呢 就罚少些 嗯 他都没有拿出来 但是 见他衣袖 他拿得很实 他穿着衣服 把衣服就要裹着衣服 那种 之后就是电子烟 就是透、并獄 出色 为什么当 компい師 就好像 柏蜜 真的很惨 有时候也是 有个社会 我们来邮 Ou 有人问 Jesse 说 电子烟身上有烟味 哦 有烟味 看看哪一种 嗯 有些生果的味道是不感觉的 但如果吃薄荷或者吃重点味道的烟 是有烟味的 还会闻到的? 没有烟味那么厉害 其实那些烟 因为我不吃烟 所以有些人一吃烟我就很容易闻到 但是电子烟真的无色无味无臭 很难搞 生果味也有一股香味 是 那些是很假的人一股香味 所以有时候我们闻到一些很甜的味道 我们都会有一些怀疑 是 但我们通常会乘小孩过来 找女同事帮忙闻一闻 闻一闻 闻一闻 他今天喷了什么香水 学生给他喷香水的味道 是 那就问 那问完之后 如果他说了出来 我们就可能有机会 找家长问一下 是否真的 又或者 我试过有时候 是真的有一瓶香水在身上 是 我经妈妈收了他的香水 为什么呢 我怀疑他喷香水 掩盖他这么烟味 哦 明白 那我就收了他的香水 就说请妈妈去见家长谈 是 第二天他又有那股 是 是 然后他说 你还有一瓶香水 你昨天有淘宝很贵 是 然后他说 不是 我还有一些试用针 是 我原来是这样 你有没有问他 为什么那么喜欢噴香水 有啊 他怎么回答呢 他说 他出汗势 是 然后我说 那你用止汗劑 是 我说止汗劑和香水味道 我们还能分辨 是 你总比我怀疑 你不知道为什么 是 然后他就说我不信他 嗯 然后我就说 那你实在是人华尔 嗯 总之在打心理战 玩了一轮之后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嗯 女儿是有支电子烟的 是 是 是 他有点过电子烟的味道 是 是 哦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着大家 出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即订购支持